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手机芯片的大佬高通也步入了挤牙膏的行列 不仅每年旗舰芯片提升再放缓 还引入了PLUS这样一个超频性质的过渡产品 今年的865毫不意外也推出了PLUS版 865PLUS把最大的那个大核从2.84G超频到了3.1G 其他核心还是原来的频率 而GPU部分则是从587Mbps超频到了670Mbps 经过这样一番操作 这865PLUS会是什么性能呢? 这点提升到底能不能在游戏中感知出来呢? 我们从ROG那里嫖来了一台ROG Phone三代 今天不妨就来测试一下看看吧 这865PLUS本来就没什么好说的 所以我们就不多比比 直接看结果 先说CPU 得益于这0.3GHz的大核超频 865PLUS的单核性能有了一定的提升 Geekbench 5的CPU测试 这玩意儿的单核终于能够接近1000分了 而CPU多核则是完全没有什么提升的 也是因为CPU多核没区别 所以我们的功耗测试也测不出什么端倪 仅说CPU部分的功耗的话 865和865PLUS基本没差 GPU部分这个PLUS的区别比起CPU还是大一点的 从587Mbps超频到670Mbps 虽然也是毛毛鱼 但是好歹若言可见 GFXBench的峰值性能测试 1080P下现在能跑到接近60帧了 比起普通的865大概提升了9.3% 2K分辨率的测试提升比较小 PLUS只比普通的865高的一帧 这个结果也是在我的意料之中 因为高分辨率对于核心规模和内存带宽的要求都要高得多 瓶颈都不在频率上 超频自然是没什么用了 不过超频肯定会增加额外的功耗 那么865PLUS长期高负载玩游戏还能不能坚挺呢? 我们做了光明山脉的降频测试 发现这个结果有点出乎意料 865是一颗很节能的旗舰芯片 跑光明山脉的时候在散热妥当的机器上是完全不会降频的 然而ROG Phone 3上的这颗865PLUS居然跑着跑着 帧数就蹭蹭蹭往下掉 掉了最后 和去年的855PLUS比起来可能都不一定比得过 我把GPU的频率调出来看了一下 这个670Mbps的高频只维持了4分钟 就会慢慢降低到490Mbps 这个频率比865末频的587Mbps还要低了很多 感到诧异的同时 我就想到 会不会是因为我没有开启极限性能模式呢? 因为最高档位的性能模式需要插风扇才能开启 所以我又插上了风扇 开启最高性能再测试了一遍 结果我发现降频居然呛得更快了 哇 完全不可理喻 我又一想 会不会是它超频超得太狠了导致过热了呢? 我去看了一眼CPU温度 可是这温度一点也不高 CPU核心才52度 比有些手机的表面温度都低了 结合我自己的体感感受 ROG 3的散热可能做的是比去年ROG 2还要好一点的 会不会是因为功耗强的原因呢? 也不是 因为这颗GPU就算超完频 耗电量也没有太爆炸 我们实测 峰值游戏功耗和去年的855 Plus是完全一样的 并没有任何额外的压力 既然温度和功耗 这台机器都没有翻车 那为什么它还会降频呢? 这太奇怪了 带着这个疑问 我又进行了游戏实测 跑了一下崩坏3 发现这个情况还真是特有意思 这一颗865 Plus玩崩坏3最后跑下来的成绩也不如865 它的GPU频率一样跑不满670Mbps 而且它不是什么慢慢降频的 它是一上来就只有490Mbps 什么时候会回到670Mbps呢? 你注意曲线的这个地方 这里我的希尔开了个大招 游戏的图形压力一下子就大了很多 帧数开始慢慢往下走了 就在这个时候 你看它GPU频率突然上来了 开始拿670Mbps的高频来扛下额外的压力了 何人这调度还挺智能啊 知道我什么时候需要性能是吧 那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拿出来呢? 要知道我现在开的可是最高性能模式 还要求挂风扇的啊 要是省电模式这样的调度 那我觉得够牛逼 够智能 可是高性能模式不就应该全程满血吗? 对于这样的电源调度策略 我刚测完的时候真的简直是一脸懵逼啊 但是后来我冷静地想了想 我大概能够理解ROG的想法 因为这个手机它是和腾讯合作开发的 而腾讯的手游 比如吃鸡之类的 在865PLUS上都是能全程跑满针啊 偶尔才可能卡顿个一两下 吃鸡这类游戏里面 用这么保守的智能调度策略 反而可以在性能不受影响的同时减少发热 发挥可能还会更稳定一点 倒也不是一个坏的选择吧 而且可能游戏续航还会再长一点 只是我觉得这个选择权最好还是交给玩家 或者不同的游戏用不同的策略这样会比较好吧 不然如果不是腾讯的游戏 又特别吃性能 这样的策略反而就成负优化了 鉴于ROG Phone三代这么特殊的一个电源策略 我认为现阶段我们还不能把这颗865PLUS的成绩 放进SoC PK的排行榜里 不过865PLUS这个U我们还是可以下定论的 865PLUS就是一个超了频的865 它的超频后的功耗和温度倒是没有增高太多 我认为之前能够压住865的机器 现在换成这颗865PLUS都是能够压住的 但是相应的性能也没提高多少 真正大的提升还是要等接下来的875啊 再说回ROG Phone三这台机器本身嘛 除了865PLUS之外 今年这个三代的升级主要还是参数上的费料 比如扬声器比原来更强了 摄像头比原来更多更好了主摄升级的IMX686 AirTrigger空气扳机现在每侧可以模拟两个按键了 这个散热也比去年堆料堆得更狠一点 而且原来裸露在外的这个散热模块 今年也是给它收到机器里面去了 你透过这个透明的废壳 依然还是能看到里面的散热模组 这个外观设计还挺有意思的 另外 屏幕的刷新率也从120Hz升级到了144Hz 触控采样率达到了270Hz 响应时间更加理想啊 但是 这个屏幕也有一个老毛病 就是低亮度下它会呈现出一种有点脏脏的斑驳的效果 显示不是很清晰 这个算是二代的老问题了吧 三代依然是延续下来了 还有两个我想吐槽的点 一是ROG Phone三代取消了耳机孔 本来的ROG Phone机身上是有一个耳机孔的 现在你必须插风扇模块才能使用3.5毫米耳机 或者插转接口才能使用这个耳机 二是摄像头模组更长又更凸起之后 哄我的时候你的手可能会碰到 有一点割手 二代你是碰不到这个摄像头的 好在 二代上最大的一个优点 三代还是原封不动继承下来了 就是6000mAh的大电池 再配合上今年保守的GPU电源策略 这个手机的游戏续航真的是非常可疑 无人能敌的 总而来说 这次ROG Phone三是一台很有针对性的游戏手机 如果你是一个重度吃鸡玩家 那这个机器确实很适合你 但是首先865 Plus的性能提升有限 其次 它这个电源管理策略 对于一些高压力的其他游戏用户有点不友好 我认为还有一些优化的空间 好了 我们今天简单地聊了一下865 Plus 还有这台ROG Phone三代的一些情况 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有用的话 不妨点赞 一键三连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拜拜